金董好 金董好 金董 早 会议开始之前 想跟大家 介绍一件事 这是我儿子 顾佳欣 在项目部做助理工作 我向大家介绍他 并不是说想得到什么优待 相反 我更希望你们可以代替我 对他的工作做好监督 严谨管理 好吧 我们现在开会 佳欣 你写好的那个策划案 可以介绍给大家 好 好 那我们开始 我们《Love Note》的APP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 和我们的粉丝进行互动 但 每次的形式 都是以讲座为主 所以 人数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我有个想法 结合本次的宣发主题 我们爱一起 来做一次 恋爱事迹活动 针对的人群 是我们的线上线下用户 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 现场的时候 我们也会设立一些摊位 来售卖我们的周边产品 并且 我们会设立一些互动区域 比如说 插花区 烘焙区 娱乐区 还有绘画区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 但是很容易丧失 我们举办活动的初衷 我们以往的讲座呢 虽然形式比较传统 但是 可以给客户打疑解惑 并能给我们的APP 进行一个深度的宣传 现在花样多了 但客户也许只是走马光花 非常好 这个问题 我在设计方案的时候 也有考虑到 我是这样想的 在入场前 让我们的红娘 为男女用户 进行匹配分组 进入场馆之后 无论是购买我们的周边产品 还是参与游戏 都需要佩戴手环 来共同消费 除此之外 我们会依然保留 我们之前的传统讲座模式 这次 我们也邀请到了 我们的APP代言人 钱晶晶老师 这次是 不错 姜月 你觉得她这个方案可取吗 恋爱事集 一直都是我最倾向的方案 不过开幕式 具体要搞什么新花样 还要好好策划一下 既然这个方案是嘉欣的想法 那后续就要她全权负责 这样我们也可以看看她的实力 好 没问题 你也需要一个同事配合你吧 那我就调艳阳过来帮你好不好 可以 那我后续找艳阳对接 你觉得呢 江源 可以啊 好 没问题 好工作 怎么了 精神不好 没事 这两天有点失眠 喝点这个 蛮神的 谢谢啊 你怎么开始用钢笔了 哦 这样证实一点 对 赵总 APP合作伙伴的良心名单 可以给我一份吧 勤俭制作好了 我陆续发给他们 你不用拿笔记 我有电子版 直接发给你 好 对 应该能死机了 别要紧 回来看 好 还是从维修部吧 没事 放心 喂 你最近怎么这么正经啊 想转心啊 赵总这不是喜欢成熟稳重心吗 为了我的爱情 你该做点赶杯啊 你这是干吗 我找赵总请假啊 我爸妈来了 我带齐恒去接他们 都见家长了 成熟成熟 智隆起来 加油了 小小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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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开一下电脑 死机了 你稍等我一下 我去运营部一趟 十分钟 十分钟回来帮你修 行 行 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不是吧 我发出去了 在对方没有阅读的情况下 可以执行撤回 好好好 赶紧撤回 江云 你认真的吗 不会吧 怎么着 抱歉 让你误会了 好像是我的电脑中病毒了 不然 我们明天见面再聊 有病吧你 不是 没 没事 嗨 收好了 对了 你死机前打开的页面 奖金关闭了 没事 我已经发给你了 好 对了 金弩让我有困难多请教你 明天开幕式结束 我们一起巡视吧 有困难可以一起解决 好啊 没问题 好 您先忙 明天绝不能让许宁愿找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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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